为什么画好辛苦的工笔作品 一刷上去颜色就出现这样一颗一颗的斑点 画面看起来脏脏的 整张就要重画了 怎么办呢 这些一颗一颗的斑点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是纸肉繁了 我们要来避免肉繁的问题 画工笔画每张作品我们都花好多时间 我们都不希望纸会肉繁 现在来了解为什么纸会肉繁的原因 工笔画的手轩它其实是非常娇贵的 我们在买回来的时候 手轩它基本上是已经上过胶繁水一层保护膜 但是有几个原因会造成它出现问题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外在的原因 我们可以怪环境太潮湿 纸放太久 所以有些纸发霉了 就会造成肉繁 第二个原因是纸的品质不良 在买回来的手轩 它每一批质量都不同 所以呢 有些的胶繁水 它基本店家都已经没有上均匀了 第三个原因就要怪自己咯 我们的手不小心摸到纸 手上都会有一些的皮脂或者是油脂 它非常娇贵 一摸就会有肉繁 而且这种一颗一颗圆圆的肉繁 像我这一张画 这种肉繁呢 都没办法补救 整张就只能重画 它会很明显的 有圆圆圆圆的痕迹 现在分享几招小技巧 让我们避免纸肉繁的问题 画出漂亮的工笔画哦 第一招 在画图前要戴上手套 避免我们的手直接接触纸面 我们可以买一些白手套 让我们的手指不要直接碰触纸面 第二招准备两张A4的白纸 有时候觉得在画线条的时候 戴手套不好拉线 这时候我就会用白纸 垫在作品上方 手指不要直接碰触纸 手肘稍微轻放在白纸上拉线条 这样画出来的线条 手感也会比较好 也不会造成纸肉繁 第三招 预防肾余治疗 在画作品前 我都会将纸整个重新刷一次胶繁水 避免店家在来之前 这张纸就已经有肉繁的问题 只要薄薄的上一层就可以了 随习如何制作胶繁水 是每一位画家的内功夫 我们有额外教 怎么制作胶繁水的课程影片 想要深入的学习 从基础到进阶的工笔画技法 我们有一套完整的试女画秘籍班课程 它会让你在两个月内从零基础 完整的学习 你可以先点击下方的连结 去了解免费的试听课程 最后一招预防肉繁的小技巧 我们在画作品的时候 有时候画到一半上色到一半 要离开你的座位去用餐 或者是休息睡觉的时候 比较长时间的离开桌面 建议你在这张作品的上方 盖一层保护 像是垫布啊 或者是白纸都可以保护它 不要让它直接和空气接触太久 空气呢 有一些潮湿的水分因子 也会影响你的焦帆的变化 在之后上色都不容易上色 工笔画是一个细致活 我们耐心呵护这张纸 作品呢 就会完整啰 以上避免肉繁的小技巧 都是我个人经验分享 我是小盈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拜拜